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30岁的师父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90岁之后的师父 但是90岁那一年 各位如果一路跟着听话说师父应该知道 其实那一年动了一个脑部的很大的手术 那一般各位想象 稍微好像将心比心去设想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年纪老迈了 90岁了 然后大脑开刀 那这样的人会做什么呢 应该就或者躺着养病吧 或者就什么也不能做 不敢做 不想做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人 会是怎么样呢 您会怎么样呢 现在先这个交换立场 互换一下 感受一下 但是我们的师父 90后的师父 他在做什么呢 经过这么大的手术 加上原本的长期长期劳碌 非常心劳 然后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脚也不能走 这样子再加上脑部的手术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就是90岁之后的师父 会做什么呢 他想做什么 能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呢 所以要很感谢 就是妙凡法师 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的院长 亲自为我们回答 那当然 绝居法师他的问题 原版 他是问 在这段时间 就是对师父的 所做的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 那么 所以他要回答 这中间有一段 实在是太震撼了 那当然最好是 大家就是 你直接听 但是我要讲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 说 就是说这么大的手术 说我没有生病 我也没有痛苦 只是有一点不方便 甚至于说 如果我把生病 当成是敌人 那敌人就会来障碍我 但是如果我把病 当成是朋友 朋友会来帮助我 真的是 欧弥陀佛 朋友会来帮助我 以病为友 一向 对一般的人 我都不知道要讲是什么人 总之是 云云大众吧 要讲以病为友 大部分都是 口上会说 真正可以 可以修行到 是超越一切 顺境逆境 所有一切 我们一般世间人 可以想象的出来 所有的境界 你可以超越的 那应该是少之又少 当我们的师父 说出这一句 如果我们把病 当成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会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 因为是师父是很 你听妙凡院长他讲是 他很自然 就这么样讲 绝对不是在安慰我们 不是说 我就想办法 让大家放心一点 不是的 发自真心是这样子 那总之呢 妙凡法师的这个 谈话之中 除了谈师父 这个 制作在手术之后的 这件事情 他怎么样去自处 包含 图众问了一个 好有趣的问题 这个 我们的师父 我要怎么讲 一般我们讲 说 忍者无敌 或者智者无敌 我觉得我们的师父 是集合忍者 这慈悲 智者 智慧 他集这鱼一身 所以是超级无敌 就是当图众 在问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 我们会就好像了 这个不是今天 今天待会要看到的 这个问题 我只是说 以前我们在 这个 在哪里 草屯 就是因为 整个中部 921大地震 在台湾 我们在 我们在 救灾 各方面工作 其中我们当然包含 特别去照顾一些被地震 已经损坏的 甚至于整个都毁掉的寺院 出家人 那师父就很担心 师父还跟我们讲说 其实菩萨把我们留下来 佛光山各个道场 平安无事 就在那个灾区的范围 师父说 菩萨把我们留下来 就是要我们帮菩萨做事 所以师父按照台湾的寺庙安堂总目录 一间一间 派人去 就涂地 然后要按照这个寺院的多少人 这是两个人的 这是二十人的 这是两百人的 我们身上 不是我们 我在行政主 我们的法师们 还有我们佛光人的代表 深入灾区 然后找寻这些寺院 把出家人 有的还要把他从独木桥 背出来 掉桥了那种 然后身上要带现金 还说 不要写佛光山 就是三宝地址供养 就是这样 就是已经都受难了 不要心里不舒坦 就是说 是三宝地址供养就好 那还怕人家知道 我们佛光山的法师 还要我们穿黑长衫 就是 不是黑长衫 叫罗汉挂 灰色罗汉挂 像这些 你不会感觉是哪里 这样 我们的师父 没有这些表象的障碍 包含去 我们在开这个 晚上我们回来 我们有一个检讨汇报 那我们有一个法师就说 那个什么寺院好灵感 那个寺院都倒了 但是观音菩萨就从佛桌上 这样跳下来 就站在地上 都没有倒 就说这个是很灵感 所以我就说 你也跟人家迷信 如果寺院倒了 菩萨像倒了 这是符合因果 因为地震 它倒是因果 是自然 不要强加迷信色彩 我们的师父就是会有 我觉得就是带着我们 从来不迷信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但是我们可以创造 很好的因缘 让他的结果呈现 是非常好 所以太多太多 我想我们的妙凡法师 真的要讲说 他印象深刻 他就举了 特别今天的时间 只能分享 就两件事情 我们现在先来听 后面我再来做结语 我开完刀之后 其实很多的信徒 都很关心师父 那么回到山上去 都很希望可以看到师父 那我记得大家 2017年的12月份左右 就常驻办水路法会 那信徒都到如来殿 大会堂集合 那师父当天 也出现跟大家见面 师父一坐上去 拿起麦克风 他知道信徒挂念他 信徒都在 想要看到大师 尤其是担心他 师父跟大家说 我没有生病 我也没有痛苦 我只是有点不方便 我想当时大家 听到这个话都很感动 我们都知道 对一个90岁的老人家 这是一件多么困难 多么艰难的事情 但是他确实可以 这么自在地告诉我们 我没有生病 我也没有痛苦 我只是有点不方便 那同样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各位都去过藏经楼吗 看过那个主店的一笔字 大家知道那些字 都是一比一的比例 就是本来就是这么大字 那当时在排序 这个主店一笔字的 这个内容的时候 是在云居楼二楼 这个佛馆的馆长 卢藏法师 按照师父的指导指示 依序排下来 师父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他不是叫别人做 他是一定是 自己会去亲自参与 所以 有一次师父去巡视 去看的过程的时候 我也跟着过去了 那我记得师父一面看 他去一面说 他说一般人 把生病当成是敌人 敌人就会障碍他 但是 我把生病当成是朋友 朋友就会帮助我 以病为友 所以他在眼睛 看不到的情形之下 写一笔字 上这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我们现在看到他的字 都很直很正 但是读开心不是这样 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念写几百章 几千章的字 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八九十岁老人家 弃而不舍 就为了要弘扬佛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有弟子 有一天去法堂问师父 他说师父啊 有一句话说 一子出家 久足生天 若不生天 佛主妄言 各位听过这个话吗 这个弟子就问师父说 师父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 师父说 你出不出家 你生不生天 观佛陀什么事情 对吧 个人的因果 我们说 不管是好的跟坏的 都是我们各自的行为 自己的造作啊 所以好的也是自作自受 不好的也是自作自受啊 然后师父就提到 他说 或许会有人觉得 我一生中做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九十岁之后呢 还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困难 这么大的一个挑战 我要跟各位说 我心甘情愿 我接受 这是我的因果 各位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啊 我感觉到 师父解脱了 师父完全没有被他的老 给障碍住 也没有被他的病 给障碍住 我们常常说 无我 他确实无我 因为无我 没有一个受到这个老 撞击的我 因为无我 所以没有被这个病 给框住 所以他接受 他解脱 他没有花时间在埋怨上 有什么习惯 没有 他想的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九十后的师父呢 他一样跟大家在结缘 我记得我二零一二年底回到山上 师父那个时候呢 常常都不出来的 他都在他的法堂 绕来绕去 整天都在那儿 谁来谁去 但是九十后呢 他知道他的护腱需要动 他每天都出来跟人家互动 然后只要有人靠过来 他就跟人家握手结缘 只要有人过来说 大师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他就坐在那里 跟大家拍照 然后每一天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 请圣哥班 过来唱歌给大家听 给他听 也给大家听 他在做附件 所以就很重要 他没有因为 大脑开完刀之后 把自己关起来 把自己说起来 他帮自己规划互件 而这个互件 最重要的 就是要跟人互动 所以刚刚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这个 拳击的话部会上面 或者你们回到山上 看到师父 师父的神色神情好不好 对四平八稳的 整个气色都非常的好 就是要跟大家互动 那另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 师父大概开完刀 三四个月左右吧 他就集合我们 跟我们谈什么呢 好 对 是什么呢 让妙凡院长 他说 最印象深刻的是在 刚刚才听到的 在师父大脑手术后 大概就三四个月后 各位要知道一般的人 你不要说三四个月半年什么 半年 师父的星云大师全集 发布会 半年 当然这中间 一直都有师父的指导 但三四个月后 师父真的在 这个可以讲 这么大的手术 然后要把自己想的 要能够表达出来的 比较流畅一些 但他之后讲的 说要图众们集合 来做什么呢 这个留一点悬念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我们来听听看 这么大的手术后的师父 他所有的指导包含 我都觉得 各位您一定想不到 让妙凡院长 印象最深刻的 师父竟然要徒弟们 去做什么事 我们下星期 明天一样早安佛光 但是这个单元 就是听妙凡法 是怎么去描述师父 告诉徒弟们 我们来做什么事情 话说师父这个单元 就下星期二 我们还要再继续听 下一集了 其他的就还是一样 明天的早安佛光 再见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跟物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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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